什么样的拥护能让维修店的老板气得浑身发抖呢 咱们继续往下看就知道了 这两个老板已经说过了 这两个哥已经说过了 你知道吧 不是你一来就怎么还的 你知道吧 是不是的呀 我们都会都会都会 电脑费不给你啊 那你四星期不能压成这个样子的 你不能告诉我 别演了 演什么呢 你在搞十分钟搞 搞完的事 你现在给我搞这些东西干嘛 不是你 你说一下 如果你要讲300块钱我就不斗手了 你知道吧 你这是大家我行吗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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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是来 最少是来 维修店 你们太让我为难了 你说了吧 别拿来 没你话不是这样讲就你知道吧 十分钟搞完的事 这一脉没有什么问题 十分钟你查监控了 我认为十分钟查监控吧 我看查监控吧 你确实花这个时间 我绝对给你 因为我做人就是要公道 我查监控 大家让我看一下 没事 查监控 没事没事 监控就像你说的 说了一两个小时 我绝对给你 你讲不两个小时 我今天就说到这 我认气死了 你不查监控吗 查监控我看呗 你查监控我看 电话打给你的时候 别给我打电话 查监控 电话 你修完了十分钟之后 我一个小时打给我都行了 不能这样子宰人的 觉得我们失败地人 我查监控 我整人啊 我们开机开了十年 他整人了 别别我看电话 你这话就这就当 不是你说多少钱 我说定你多少钱 今天我报加两天 我去报加两天 您刚才不是提出 查监控吧 我先去查监控呀 你确实花了那么多时间 我约给你的钱 别跟我讲电话 监控监控监控 我看一下监控行吗 别跟我气死了 你做吧 你刚才不是说查监控 我是你自己说的 又不是五十分 三中了吗 三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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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跟我讲这么多话 我查监控 查监控你休了两个小时 我给你五百 一句话都不说 你休了十分钟 我还说 你也觉得这样子宰人了呀 我宰人啊 我不是火车架 我宰人啊 又是三次架 又是三次架 你半里钟 一个半小时 你刚才不是说查监控 我现在把你电脑保好了 你知道吗 你刚才说查监控的 我叫查监控吗 今天不是问题 我看下什么 为什么给你看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你自己不是 他听见他说 他想查监控吗 你说查监控的呀 你别激动 你想干嘛 我报警 报警 哥哥 两个今天两个 看你们的面子 看什么面子 你再跟我那边凶呢 行行 先报警 马上报警 我现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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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地方 我现在事 马上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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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事 马上报警 好 别了你 别了你 你先出去 你不是说查监控 他都会说查监控 不行不行 你还可以吃 不行 老板 我跟你讲 不是我要自己想 有没有的话 我就不会定人告 你知道吧 你谁告信 老板不是你说查监控的吗 你不是我说的 哎呀 你你做啥 你还提到我 你还没商量嘛 是你做啥 到底是你做 还是你们做不对 大家有做生意 就是有着商量的 不是说你今天跟我 要不敢 不是你想报警就报警 你知道吧 哎是啊 我谢谢哥哥给你修好了 哎你不是说查监控吗 你刚刚我讲个电话 你刚才查监控 我刚才见过 这些都可以编了 我去查过来卡 你不用去查 但你刚才为什么 说要查监控呢 我说我后悔的时间 你知道吧 对啊 那就看监控 你确实花了一个半小 我不给你查 我给你看 你别偷讲电话 电话我十分钟修好 一个两个小时大一一样的 你刚才说查监控 就查监控 我给你 我给你查 刚才的视频 大家也看到了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一个电脑维修店 一个用户拿个电脑 过去维修 然后电脑版检测完以后 跟用户说了 这个电脑修好了 需要五百块钱 用户当时也同意了 然后说过一段时间过来拿 等用户过来拿的时候 电脑已经修好了 然后用户就开始讲价 说你这个电脑修的比较容易 就要给三百五 然后电脑版说 修你这个电脑 用了很长时间 所以最低五百块 再便宜 当时就不给修了 然后用户就让这个电脑版呢 调监控 说你不是修了很长时间吗 然后调一下监控 看看你到底修了多长时间 然后这时这个电脑版就比较生气了 可能自身也受到了委屈 当时就气得浑身发抖 通过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用户 它并不是 以你的技术为标准 来衡量这个维修价值的 它是以时间 就是修一个东西 你如果用的时间长 给你多点钱 它就乐意 你如果几分钟修好了 它就觉得你在坑它 然后现在可能90%的用户都是这种想法 其实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是错误的呢 其实修的快 是说明技术到位 技术好 如果修的慢 大部分情况是技术没到位 以下没找到问题 像电气修理 大部分就是找问题比较麻烦 修起来就比较简单 如果能找到问题 基本上是分分钟修好 所以说 这次没办法是 很多用户就看你干了多长时间 并不看你 水平是怎么样 你干的时间越长 它觉得它钱花的越值 你干的时间越短 它觉得问题越简单 都是这么个想法 说白了 你拿个电脑 找一个什么不懂的去修 它可能修一年也修不好 那样要你几万块 你乐意给吗 你肯定不乐意给了 是不是 其实我干维修 也是最烦那种 他好价 然后修好了 又还价的用户 他根本不尊重你的技术 这种用户 一分钱都不能便宜 说了这么多 只是我对这个视频的个人想法 如果大家有别的想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一起探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